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 我是主持人训绪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冰块 今儿就是这辆日系的豪华车 丰天雷格达斯ES的底盘的环节了 昨儿也是跟大家聊了 说这个车前后防热梁的部分 说起开玩笑的话 可能把前后防热梁换成了一个缸的 基本上就跟凯梅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丰天天这一平台下 对于凯梅瑞而言 对于雷格达斯而言 他们的底盘到底有多大差别 行吧 就来看看这辆车 雷格达斯ES的底盘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现在跟我看过来 看一下底盘的整个的情况 这辆车前面是没有额外的 行人防卷入的衡量 但是它是有一个塑料板 那塑料板的后面就直接接它的整个金属的水箱架 那下面这块还是上面那块都是一个金属的形状 但是从这可以看到它这边算是有一个额外的加强梁 它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这个加强梁 这一块是和水箱去相连的 我们在某些意义上来讲 这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水箱拖 这一块是和副车架相连 而上面这一块呢 是和它的纵梁和车身相连的 这一个我们叫做加强件 它不仅仅把水箱架是有一个相连接 并且把副车架和车身也是有一个相连接 所以说呢 这一块加强架基本上是连接了三个部位 当然呢 这块依然还是会延长到这块 猜想一下 如果说偏斜碰撞的话 首先撞的啊 肯定是这个非常软的这个杠皮 然后呢 撞防撞梁 如果再往后侵入的话 是直接会撞到这个位置 撞到这个位置以后 这一块位置会直接顶住它的副车架 然后再继续向后侵入等等 因为这个副车架 是一个全框的副车架 真的还是很强壮的 很标准的做的 这块呢 有相应的螺栓 这块一个连接点 这块一个连接点 衡量 重量 然后重量 然后后面呢 是它的副车架的后半部分啊 虽然说它是一个全框型的副车架 虽然说它前面有一块非常长的衡量 但是油底壳依然是比较靠下的 这边是它的发动机的油底壳 这边是它变速箱的油底壳 其实还是会相应的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说极端情况下啊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所以说小伙伴还是要注意一下 现在呢 要跟大家去展示一下啊 这个车非常奇葩的一个护板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块大的护板呢 是水箱的部分 后面这一块 它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啊 其实像是一个纤维的一种材质 非常的轻 非常非常的软 可以像折纸一样 像给折过来的 是通过这种形式去固定的 当然说这边有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简单说呢 这个车如果说我底盘没有去进行拆解的话 把底盘升起来 你第一感觉就是底盘是异常的平整 而且是异常的规整 再仔细的分析的话 它的平整和规整 视觉上面是很好的 但是它的这些所谓的材质 我会认为仅仅是空气动力学 它有防点尘 它一丁点所谓防磕碰的这种性质是没有的 因为它是一个像纸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德系车啊 我们都会说啊底盘的护板是那种纤维板也好 还是塑料板也好 尤其是叫PPGW或GF40的那种纤维的材质 其实强度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几乎是可以认为纸一样的宝 几乎就可以说啊 忽略不济了 减重是好手 样子看着也不错 但是实际呢 防磕碰这一块来说呢 几乎是零 您要是撞个冰封锅啊什么的 可能能够玩用啊 稍微大的东西 框直接可能能撞到这个发动磕的油底壳这块 当然以至于后面的整个两边的护板 也完全都是这种材质的 那在这一块呢 其实还是会发现了 跟我们之前的凯美瑞2.5的视频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 2.5升的凯美瑞呢 是一个反制式的发动机 它的排气是在后门 这辆车2.0自吸的是一个正制式的发动机 排气管是从它副车架的下面这一块 尤其这块还做了一个压扁的这样一个工序啊 要到上面 然后也冲到后门 凯美瑞的副车架 它的排气是从副车架的上面过去的 这块是完全是空的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对于丰田也好 对于TNGA平台也好 它真的是百变啊 就是不论是混动也好 还是2.0自吸 2.5自吸 政治式 反制式 完全都可以容纳到这个发动机舱里面 这个也是跟它的前期规划 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刚才我们也在开玩笑嘛 说TNGA平台而言呢 我相信啊丰田至少还能再使用20年而在这20年之中它是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变化出来的而这些变化呢其实在它的设计的时候的就已经想到了但是我们反观很多自主品牌啊山寨了一个叫做逆向了一个底盘想去动下一步的时候对不起不会了动不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有自己核心技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车本身来说这边是它的变动箱的油底壳那这一块会有一点点的阴油对于悬质系统 而言呢一般来说呢都是有三个指点啊就是整个的发动机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后面的下面这块是有一个指点但是呢我会看到这辆车跟之前的2.5的凯佩瑞呢同样也是叫做四点制的旋制系统 就是说一般的车来说呢呃我们说发动机它的俗称啊叫做击脚件这么一个东西呃它呢是让连接发动机和车身的直线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发动机呢是在不停的运动啊有抖动的那它就必须是和车身是绑在一起的那如何去防止这种抖动传入到车身呢这个就是要做旋制系统好一些的呢是液压的那一般的呢就是普通的橡胶式的而这辆车呢更是用了叫四点式的旋制这个跟凯佩瑞也是一样的啊当时呢我们也查点资料啊官方称称的叫做半主动式的 液压选制系统打开引擎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两边一边有一个液压式的衬套在下面也会看到是两个啊其中一个是在前面副车架的前两个上面这边是有一个的后面的副车架的两个这块呢也是有一个 当然呢对于这种四点式的旋制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可以尽量的减少发动机传入车内的震动 对这辆车而言呢怠速没问题非常的安静震动几乎没有但是对于这台发动机也好还是对于之前凯佩瑞的2.5的发动机也好 只要你是稍微大力一点的高负荷的运转的时候这个震动还是会非常的诚实的啊传入到你的身体的悬挂系统呢首先它是标准的迈活迅式的悬挂 下摆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双层冲压的形式跟凯美瑞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在这辆雷克萨斯的车上啊在悬挂的部分看到任何豪华车的影子至少说前悬挂是没有的非常简单的双层冲压 简单的麦弗逊当然的刹车片是一个通风盘的形式然后这边呢是它的驱动轴啊这辆车啊这个驱动轴是一个等长式的驱动轴因为中间还有一个过渡轴是在这的 然后这边呢是可拆卸式的螺栓之前在凯美瑞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过啊这个凯美瑞的生锈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有的切削面包括很多的螺丝都是生锈的但是对于这个车而言它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事情大家跟我来看过来啊我们依然会找到防清杆的一个链杆 在它的螺母上面拿出了一个罩这个东西在凯美瑞的车上是没有当时我把罩拿开以后呢会观察 看到啊罩住的这一颗螺栓的确是没有太多的生锈痕迹但是上面这一侧没有这个罩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生锈痕迹了 我觉得这个啊不得不说又是一种变相的形象工程我只能会这么说因为上面这块呢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到啊 所以说呢我在下面装了这一个套啊让它感觉没有生锈或者的确可以减缓它的生锈看起来会很干净 当然我不否认其他螺栓呢达克罗的工艺还是很完整但是呢依然是这两颗螺栓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些风险呢 刚才也是跟小伙伴啊开玩笑说等播出这一集以后呢会发现雷克萨斯下百币的这个螺丝套的销量会异常的好 为什么因为凯美瑞的用户都去买这个螺丝套了所以说呢还真是啊 凯美瑞的小伙伴你可以呢去赛店去买一个这个套啊真的没俩钱 我相信啊最多10块钱一个到天了啊起码说能让你的下面不生锈吗 它的仰角是一个铸铁的形式妥妥的卡罗拉真的妥妥的凯美瑞就是都是这个级别的 我还是那句话至少在前悬挂这一块我没有看到任何豪华车它应有的东西 其实这个汉份啊也是看到有相应的拖漆的表现尤其这块是比较明显的 这块呢0033有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 不会说像比如大众的车系包括自主品牌它的拖漆是比较严重的 那这个的只有在这一块稍微有些严重而其他的呢基本上都还好 好这就是前半的部分那我们先再往后看呢 这块可以看到它的转向电机是跟凯美瑞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转向的系统跟ES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也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对于底盘的平衡度而言呢这个还是做的很好的啊 然后呢这块两侧依然用的是像前面像纸一样的左勾护板 它的整个的遮挡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遮挡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没有喷涂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平衡里面呢就不能说有这个很完整的喷涂了 那它的管线呢也是从下面这块过去啊 它的所有的管线都是在我的左手侧 刹车管油管都是在这一侧 那整体的排气管的隔热呢也是比较完整的 那它的排气管呢从副车架的下侧过啊 中央呢依然是有三个加强件是因为这种加强件呢 可以让左右的车身啊相对而言方性会更好一些 当时呢通过这个呢就不得不说 原本的车身的刚度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强 所以说它才会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额外的弥补 那油箱呢从这可以看到是一个竖纸型的油箱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整个的隔热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最后这两侧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而从这一块往前全部都是这种纤维板这种材质 好那排气一直到后边拐过去以后呢 是单出啊从右边就出去了 辐车架同样是一个全框型的辐车架 两根横梁两根素梁虽然说它的辐车架是比较窄的 但是呢依然我们看到有四个连接点 有四根梁我们都会把这个称为叫做全框式的辐车架 直接来到悬挂的部分 那这辆车的悬挂呢是一个独立式的悬挂 跟凯米瑞还说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是分析一下结构 也跟凯米瑞又是一模一样的 无论是前面悬挂还是后面悬挂呢 基本上同样是没有看到半点豪华车的感觉 那这块夏之璧呢跟凯米瑞也是很相似的啊 也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虽然说上面呢是有非常薄的一个加强的衡量 但是它的站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说呢也是啊会和凯米瑞一样 是成为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官方来讲呢 后面啊叫做一个双AB的一个后悬挂的形式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再仔细观察的话呢 它其实跟一般情况下的后面的独立悬挂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首先后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下支币 在这边看到有一个连接呢 是通过它的仰角 然后和它的辐车架去连接 上面这一根同样是和它的仰角 以及辐车架去连接 然后这边所谓一个刀臂啊 也是非常经典的三横一纵 只不过他们官方称为叫做双AB的形式啊 大家如果相信的话呢 就当它是双AB好 但是呢在我们的眼里面 在我们的这个维度里面呢 它依然和那些绝大部分的三横一纵的 独立悬挂形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简单说跟凯米瑞是一模一样的 结构包括说连接点形式 包括说材质这一块呢 也都是一个铸铁的形式 好 那么看一下轮胎的型号 那它的型号呢 是2155R1794V YOKOHAMA是横滨轮胎 就是一个轮胎的型号啊 之前在凯米瑞上的确看到了太多太多生锈的地方了 那这辆车呢 我们仅仅仅是看到了在副车架的连接焊点上面呢 有一些拖漆和那个并没有保护的防清杆的顶端有一些生锈地方 而后面所有的螺丝都做的非常完整的达克罗的涂层 又是没有丝毫的生锈 小伙伴可能会说 哎呀说这块你看那不是有块红的吗 这块呢 它真的不是生锈啊 它是一个它的轴涂生了这个颜色 如果是生锈的话 大家看应该会有这个锈啊 这个其实是没有的 理论来说 以我们现在分析到的东西 这辆车从前后防撞梁的部分仅仅是梁 它这个材质有些不一样 底盘的部分完完全全都是一样的 我们甚至于会想这辆车如果在日本生产的话 他们甚至会不会再贡献生产 或者是共用了太多太多相近的零件了 为什么国产的凯米瑞它的生锈的地方 或者它的问题就这么多 而这辆雷克萨斯它就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 当然说小伙伴可能会说啊 一个雷克萨斯你拿它跟凯米瑞比 你合适吗 但是我还会说 因为这两辆车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TNJ平台而言呢 他们宣称啊是70%零部件共用 对于这辆车起码说在于底盘和整个车架部分 我甚至于会怀疑90%零件都是共用的 难道他们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我们的确没有看到进口的 所谓凯米瑞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当中呢只是一个推测而已 这是也是我们以我们得到的这些信息 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推测 行吧 一个底盘呢 也跟大家去分享到这儿 那现在就来看看这辆车 跟凯米瑞这么相似的底盘 那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这辆车最后的得分 雷克萨斯ES底盘的分数 那我们底盘呢 现在依然是满分是55分 满分55分 情况下呢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31分 那的确刚才在分析底盘的时候 跟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 你俩说的更多的话呢 就是哎呀 这也像凯米瑞 哎呀那也像凯米瑞 当然呢 我们刚才又仔细分析了一下 我们之前拆过的凯米瑞的非常细节的部分 我们惊奇的发现啊 有些地方这个车呢 跟凯米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例如说凯米瑞前面的护板啊 是一个塑料护板 这个车呢 是一个这个纤维护板 而两侧护板的嘛 凯米瑞呢 是一个塑料护板 而这辆车是一个纤维护板 但是呢 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呢 纤维护板呢 的确更环保一些 的确呢 重量也更轻一点 但是呢 说实话 我还觉得塑料的护板 更结实一点 也是大部分这么想的 但是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确没有看到 在结构上面 包括说材质上面 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呢 有一些工艺上面 也许不能说是进口的更好一点 其实我会更认为 它原本就应该是这样 我们只不过从实际会看到 国产的 的确稍微差了一点 这么说小伙伴可能就会接受了 因为必定我们今天的主人是这样 雷格萨斯ES嘛 明天呢 就是甲醛和钢板 以及前后门内防灵梁这种话题 当时呢 我们也是翻阅了资料 之前 看美瑞甲醛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其他的做的还是很完整的 比如说钢板啊 什么其他东西 当时对于这辆 进口的雷格萨斯ES 它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明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东西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主大冰花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 真话的大冰花 那我们这辆雷格萨斯的最后一期讲究部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的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